開 開 女子好大的火氣 把手中的名牌包和高檔手機 直接砸向園景 深夜巷弄突然鬧哄哄 原來是有人酒醉鬧事 你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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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兩名酒醉女 指著身旁的休旅車 對著園景不斷叫囂 髒話連發 什麼XX XX 等一下 真的是藐視公權力 把園景當成空氣 讓我來 車現在到 你看一下 一直強調自己被車撞 但警察要抓的卻是他們 當中一名女子 李智徹底斷線 丟東西砸警察 酒著女子被上銬 帶回派出所 他們的男伴 發現女友糗胎全都錄 搶著出氣 想要英雄救美 台灣人喔 不是哪位 不是 好了好了沒事 刺青男一個劍步 對著記者鎖喉 他的夥伴不甘寂寞 跳出來搶鏡頭 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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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打人 不要拍 不要拍 用肉身阻擋鏡頭拍攝 身材壯碩的男子 不斷跳針 你幹嘛推我啦 為什麼要打人 你幹嘛推我啦 我想推你嗎 你幹嘛推我 這一鬧搞得自己 也被帶回派出所說明 事情發生在八號清晨 新北市中和景星街上 當時兩名女子走在巷弄 覺得自己被車撞 竟然開始踹車 男伴們祥辰英雄 竟然跳上引擎蓋 他那男子是先頭前先去 聽到他那大聲又跑出來了 跟他去撞入車的時候 他就越來越跑出來了 還以為在小巷鬧事 沒人看到 但偏偏中和警方 不到二十秒就趕到現場 控制住場面 把這一幫男女 通通帶回偵辦 記得新北市綜合報導